日前中共央视男主播锐成刚 因涉及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案件 被检察院人员带走 他曾强调搞关系是必须的 而一般舆论认为 锐成刚一向喜欢找场和表现他狭隘的民族主义 和特强的党性 可是这次党妈妈不但没有保护他 反而在党企图以反腐来延续寿命的时候 把他牺牲了 7月12号 央视经济信息联播主持人锐成刚 在节目开播前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 当晚8点节目开播后 主持人只剩下他的搭档谢盈盈 而旁边的座位却空着 有两只话筒陪伴 据大陆财新网消息 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央视的财经频道的副总监李勇 和一名制片人 他们被怀疑涉及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案件 郭振喜因受贿20亿被逮捕 锐成刚现年37岁 曾经是安徽的文科状元 号称央视的国际主持人 曾多次主持中共的国际论坛会议 和代表央视采访国外政要 得到过中共的多次奖励 被评为央视的优秀主持人之一 锐成刚曾在自己的书里表示 搞关系是必须的 据锐成刚的同事反映 锐成刚和郭振喜两人私交甚密 是郭振喜最为看重的主持人之一 因为锐成刚经常以爱国爱党的形象出现 被认为党性特强 2013年 锐成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官体会时说 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官 最根本 最核心 最关键的是 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锐成刚还说 作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思想觉悟 政策理论水平 和政治敏感性都有更高要求 2007年 锐成刚因为写了博文 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 第一次被媒体包围 锐成刚承认 这篇博文使他名气大增 他说 很多人在他写这篇博文之前没听说过他 2010年 G20峰会上 代表央视出席的锐成刚再次成为话题人物 他在峰会落幕的记者会上 因为抢话筒并以一句 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 而被议论纷纷 2011年 大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 锐成刚还讽刺美国 驻中国大使洛家辉 他问洛家辉做经济舱飞大连 是否在提醒大家 美国人欠中国钱 而在洛家辉回忆大笑之后 锐成刚的自作聪明 不但让中国人明白了 美国官员花纳税人的钱时 习以为常的结见 同时 舆论也认为 锐成刚的提问 是代表那些 因为洛家辉的低调 而感到不安的中共官员 舆论评计 自大的锐成刚挑衅洛家辉不成 反自取其辱 让中国人难堪 他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他的这个心思呢 完全用在某些利益上 如何对上能够符合领导的旨意 顺服权力 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工作 当作媒体 当作一个事业来做 唐拜新闻网报道 据央视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锐成刚的家人 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 锐成刚的部分高端访谈对象 以及他做的宣传 上央视多少分钟都有明码标价 还有媒体报道说 锐成刚与前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夫人古丽萍关系密切 两人不但以子弟相称 锐成刚还参与令计划侄子 经营的广告公司 另外 他与前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的秘书于刚 前政法委书记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太子党 经常把酒言欢 锐成刚还与幕后控制央视 文艺中心十几年的 曾庆红弟弟曾庆怀关系密切